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全日总结 我是Vicco 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线向上 上证作业指数升15点 3213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4点 10722点 户芯300升30点 3820点 创业板指数跌5点 2123点 恒指方面 今天收布19299点 升47点 国企指数升1点 6540点 科技指数跌26点 3894点 大股市成交 今天少了很多成交 只有844亿 接着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今天市场不是升很多 但是部分板块都受着政策影响做好的 说的是内银 今天虽然不是升太多 但是表现都比较硬正 看到公行升0.9% 招商也升超过1% 但是内银 其实今天起下调存款利率 活期存款利率降至0.2% 其实普遍大行对于今次降低下调存款利率 都表示正面 我们中金最新说今次存款降息有望成为 银行继续重股的趋化剂 重新推荐低估值高股息经营比较稳健 业绩存在改善空间的国有大行 包括就是 右储银行16500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等 他也预计后续有很多中小银行有望跟进同步下调存款利率 另外摩通也说 存款利率的下调也会提振他们的净息差和内银收益 并且有机会加速资金由银行存款流向一些金融产品 而招商银行或会透过财富业务间接受惠 他就重新国企银行近日或者会有机会跑赢大市 而招商银行仍然是中长期的首选 不知是否因为摩通这个原因 今天招商银行明显都跑赢其他内银股 今天是升1%上来 除了内银走势不错之外 今天看到水泥板块也升得不错 海浸水泥升3% 海浸水泥升超过4% 分析也指出 自从3月份商品房销售增速 始终回落 消费建材板块至今已经回调了20%以上 当前估值有显着的优势 政策宽松如期下 行业有望带来一个估值收服 加上补交楼的驱动之下 看到开工指数亦是回暖的 短期消费建材板块的财报改善 会有强劲的预期 消费建材或者弹性是比较大的一个板块 建议大一步关注相关的强劲板块 具备一些优质龙头的企业 亦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今天看到相关的龙头股份 水泥股今天股价也是比较做好的 除了水泥股之外 其实今天基建股亦是比较强的 好像10000 中郊建都升超过1% 中国中铁也升1% 亦有分析指出 2023年运增长的政策力度也会持续 尤其在出口、消费、地产、投资等力股的情景下 基建投资作为一个重要抓手 与其保持高景气的状况 加上中突股的加持 所以令到这些板块的股值有望推向更高 去修复这些水平 最后和大家看看公路铁路股 其实看到公路股今天走势都比较强 好像548 深圳高速公路今天升超过1% 576 今天也升超过1% 525 广深铁路近期更加弹了上来 昨天创升高后 今天暂时没有升没有跌 不过很多因素刺激着这批板块上来 分析指出 不一假期 高速公路小客车流量 比起19年同期日均增长了2.5% 增幅更加高过春运期间的1.7% 铁路旅客发送量 亦比起19年同期日均增长2.2% 而春运客运量大概是19年同期的8.6% 分析预计6月的客流亦会保持稳健增长 7月至8月暑假出行的潜力亦会进一步释放 港口 铁路和公路板块等等 具有较多的央国期 具备天然资源资金优势 而且稳健地发展 同时不少公司的分红政策稳定 而且股息率比较高 突显大家的配置价值 相关因素亦都带动到公路铁路股 在这个时期 板块表现比较强的一个 最后跟大家看看 10只成交最活跃的股份表现 今天看到汇控升0.5% 报59.95% 中海油升2.8% 报11.768 五邦升1.6% 报81.3% 健行升0.3% 报5.14% 南方恒新科技 跌0.8% 报3.82% 美团升0.7% 报124.4% 阿里巴巴跌0.8% 报83.35% 恒新中国企业 升0.09% 报66.26% 騰讯跌0.2% 报33.34.8% 盈富基金 升0.3% 报19.55% 今集就和大家聊天 我们明天再见